扬言要在退位之前 整顿大马警队的全国总警长阿杜哈密 近期不断透过媒体 向全国人民透露警队内的黑暗面 比如说他承认警队里头存在着很多的黑警 这些人他们勾结黑势力 捞取自身利益 他甚至还爆料 现在警队里头有一股年轻的警官势力 试图要推翻他 而这当中甚至有政治势力的介入 不过他就点到为止没有详谈了 不过来到这几天 社交媒体上就流传说 有政治压力介入警队 干预阿杜哈密在上个月15号 宣布71名高级警官调职的决定 以及延迟委任新的接棒人 针对这样的传言 阿杜哈密他也证实了 他的确有收到内政部的指令 全国警队一个阿杜哈密 星期六出席活动时证实 他确实有收到内政部叫他暂缓警队 职责调动的指示 而且还是最后一分钟才收到 他表示将会在近期内跟内政部长 他的想法 针对内政部要求总警长暂缓警队高层人事变动的这件事 大马爱国者协会主席 穆哈密阿杀德今天发出文告 告诉内政部长 韩沙在努丁 那如果事情是真的话 部长绝对不能这么做 因为这已经是在干涉总警长的职务 而且也越过了部门的权限范围 他说总警长原本被赋予最高的权力去掌管他的警队 不应该有任何的政治人物插手 尤其现在澳门诈骗案以及黑警勾结犯罪集团的新闻 民众还历历在目的时候 更应该让总警长自己去恢复人民对警队的声望和形象 政府内阁成员现在更应该要做的是与总警长同在 全力支持他去铲除黑警的决心 穆哈密阿杀德最后也强调 如果现在阻止总警长对警队高层进行人事变动 可被视为是违背警察法令 任何人试图阻止总警长清理警队的形象 也将被看作是在破坏和对抗人民的意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